作為一個窮遊旅行 搭廉航就少不免 即使在深宵機去到羽田機場 都可以好吃好住 讓我教你凌晨有什麼好吃 還有什麼美麗睡覺 Hello 我是阿花 我是坦哥 聽旅行 在花式旅行 為什麼這麼尷尬 這是我們的 slogan 這次又是我們萬眾期待的窮遊快閃系列 上次我們台灣就用了5000元 去窮遊快閃 什麼啊3000元 你懂不懂 我們自己洗濟了 忘記了 開口看著你了 我們就會挑戰在東京玩 4天的用6000元 爽玩 爽買 爽舍 先和大家計算一下窮遊費用 所有都以人均消費作計算 截至目前為止 機票用了港幣2243元 而我們預訂了兩間酒店 費用分別是港幣202元一晚 和港幣862元三晚 合共用了港幣3307.5元 繼續看餘下的東京窮遊費線會用多少錢 好啦 那我們現在出發去東京瑜伽機場 喂 這是什麼東西 瑜伽機場 來到了 耶 啊 啊 作為一個窮遊旅行 搭廉航就少不免啦 而廉航最便宜之選 就一定不少夜機和凌晨機 簡直是窮人一物啊 等等 凌晨機真的那麼爽 好像不是 很多人都會對凌晨機很抗拒 拍餐廳關了 沒東西吃 沒地方洗澡 最重要是沒有空間睡覺 要捱一晚東西很累啊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擔心都是多餘的 因為即使是深宵機去到羽田機場 都可以好吃好住 等我教你凌晨有什麼好吃 還有有什麼美麗睡覺啦 嗨 已經來到羽田機場 1點多了 沒有吃東西 肚餓啊 不要緊 羽田機場這裡有一個好 就是有很多東西吃的 真的 真的啊 這個是不是凌晨機的人來到的天堂 GO GO 開始之前 簡單介紹一下東京羽田機場 羽田機場總共分為三個行下 分別是第一、第二和第三行下 第一和第二行下之間有地下通道互通 三棟行下之間都有免費接駁巴士旺返 但留意巴士營運時間為早上5點至凌晨12點而已 先說第三行下 它是國際線行下 我們遊客最常會用到 12樓分別是迎賓廣場和入境大廳 3樓就是出境大廳 4樓就是很古色古香的江戶小老商店美食街 5樓就有觀景台和娛樂空間 Tokyo Port Town 而第一、第二行下就是光耐線行下 主要服務光耐線的 裡面是有first carbon 小型飯店 方便下機即刻煮 但由於比較少用到這兩個行下 其他設施就不多介紹了 立刻帶大家去找餐廳啦 記得訂閱小蛋花頻道 按鈴鐺開通知 就可以得到最新最齊全的旅遊指訊 等我們幫你計劃旅行啦 雨田機場的確有很多餐廳 尤其這條江戶小路幾乎全程都是 但大部份都會在晚上11點前 沙門、沙門、沙門、沙門啊 而是這條關燈的江戶小路 竟然有間餐廳開24樓 就是這間Suginoko 這間是日式的感覺 都是會吃一些和食 一些烏冬、魚餐飯、當飯 吉列的飯都有 由於開24樓的餐廳不多 所以這間深夜兩點也有很多人光顧 價錢不算貴 大部份都一至二千日就完成 如果日式餐廳沒興趣 來這間cafe啦 在入境大堂二樓那裡就到了 開24的餐廳 主要就是吃一些西式的東西 有些熱狗、冬鬥、muffet 還有咖啡 這間價錢更便宜 大部份都是幾百日至1300日 看到現在雖然我們已經在1點多了 但還是超級多人 你沒看錯啊 整個場都幾乎坐滿 很虛憾 我們來到第三間有開的餐廳 就是這間cafe 這間cafe都是吃西式的東西 風格好美式 都是開24的 它有熱狗 特別的有咖喱 牛角包、撻 吃東西的好地方 為什麼是好地方 因為它位置超級闊 很多位坐的 價錢就由幾百日圓到1500日圓都有 第四間有開的店 就是吉野家 它不是開24的 不過要留意一下 因為它中間有1小時 2到3點就是不開門 店內營業時間 就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半 就可以進去吃東西 其餘的時間 你也可以吃到東西 但就一定要買外賣 都是吃一些牛肉飯 泡菜飯 買了吉野家回來吃 我們就選了兩款 我這個就是小的牛肉飯 這個就是中的芝士牛肉飯 你那支芝士超多 這支芝士給人家給它 多到 晚上吃Mellow吃 你身超久沒吃過 吉野家 是一個熟悉的味道 味道也是差不多 真的沒什麼分別 如果凌晨也不會預期太多 只要有一些暖的食物 就已經很開心 腐蔥有湯的 原來要課金的 原來要課金的 瘦 以為是腐蔥 淋多了 其實還有Moles Burger 都是開24的 但是拍攝當日 臨時優熱 石 你是不是以為這裡只有餐廳有東西吃 錯 這裡還有一家 Lawson 24小時 就算你上面的餐廳覺得不適合 想吃杯麵 或者想吃其他飯糰 都可以來Lawson這裡買東西吃 還可以買甜品 買零食 跟一般Lawson差不多 會有大量甜品 有三文治 有飯 還有意粉 要過一晚也有很多日用品可以補給 還會有手信向的零食 我還會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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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冷 又還會睡覺 怎麼辦 以為在機場就一定沒有睡覺 那就大錯特錯 等我帶大家去機場睡覺性地 在四樓找這條日本橋 再沿著它走 一邊走一邊走 就會到了祭典廣場 這裡是有很大的位置 很多長椅可以睡覺 這裡最棒的一個位置 就是旁邊有超多長椅可以睡覺 有些還要是很闊 可以整個人都躺在這裡 很舒服地睡 現在馬上示範給你看 你不要睡了可以嗎 希望不會 那我們現在要睡覺 早晨 有點懶惰 我一頭 喂 醒了 醒了 真的嗎 是啊 Sorry 太舒服了 真的睡著了 幾乎進水 凌晨機 睡覺好地方 必算之一 而回到四樓 其實也有很多長的紅色椅 有些長椅旁邊 還會有桌子 空間亦都比較闊落 還會有一把遮擋燈光 而且環境都比較靜靜 雖然不一定有桌子 但旁邊有很多這些長椅 很容易找到一張 而去到三樓範圍 都會有很多這些黑色椅 不過就不是長椅 中間會有個手柄隔著 所以都比較難躺下 只可以坐在這裡睡 二樓同樣有大範圍的座位區 但這邊就相對光一點 以及多人一點 最後一樓也有座位區 人數也不少 還有很重要 充電區 機場內不同地方 一樓到三樓都有 就算要過夜 也不怕電話 電腦沒有電 如果剛才介紹的睡覺位也不對 不要緊 還有最後一個地方 就是SKY LAUNCH 還有另外一個叫TIAT 但那個要指定航空公司才能進入 又是另一個休息的好地方 但這個SKY LAUNCH 沒有信用卡 不是有一個VIP 給我錢進去 進去看看 一進去會有個儲物區 可以放大件一點的東西 一進去會有個儲物區 可以放大件一點的東西 紅茶和綠茶都有 咖啡區 拉丁 Cappuccino 洗完之後就可以在旁邊加糖加奶 夜食的菜單 杯麵 熟喜燒 拉麵 旁邊呢 啤酒 紅酒 最大的區 就是座位區 給大家坐下 超舒服 這個位置很闊落 旁邊擺東西 整個人躺在這裡 又或者可以休息 不用跟別人在外面的單位坐 安靜一點 雖然它也挺光 這裡不會散椅 但起碼沒有外面那麼擠 而且人們不會不斷走來走去 椅子旁邊是可以充電的 但是一個兩腳插頭要用轉插 去窗邊位 工作區的區域 坐下 工作 插頭位 充電話 充電腦 都很OK 非常舒服 你外面還可以看著這個平機瓶 外面就會看到很多飛機 這裡也有幾張椅子 前面這裡有一些小胎子 是相對靜的 不過它在角落位 更加容易睡覺 這邊就是兩個廁所 我就不特別多說了 吸煙濕 我們就沒有這個需要的 Relaxation Corner 我們看看是有什麼 這裡就是有幾張椅子 很搞笑 好像臉壁絲過 這樣就可以落腳上去 這裡真的很安靜 因為這個區域好像獨立房 真的讓你睡覺 燈也比較暗 暗一點 不過在睡覺之前 我想可以乾乾淨 舒舒服服 放心 我有辦法 真的 我的頭真的好痕好黏 怎麼算好啊 幸好炭哥帶了我去 Shower Room洗澡 原來在機場也可以洗澡 好棒啊 裡面分為十幾個獨立的浴室房 也有休息室 每30分鐘1500日 之後每15分鐘750日 休息室就會貴一點 每60分鐘3000日 裡面會有齊梳洗用品 例如毛巾 沐浴露 洗頭水 風筒等等 哇 看看我 洗完澡之後 又香又爽 真的很棒啊 除了以上的機場功率之外 其實如果你真的不想留在機場 也還有其他方法 沒錯 因為我們找到一間 來機場又近又便宜的酒店 帶大家去看看 GO 搭的士回我們的酒店 超近機場 5分鐘車程 我們都快到了 眾所周知 在日本搭的士是很貴的 你看一下一下子800日 900日 1000日 到了 OMG1000日 我們現在好像走到了 1,400日 1,50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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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我們金城的車 80元港幣 年輕鬆的路程 好像有點貴 所以日本的的士 是真的貴的 但不得不賺的 在日本的士很專業 車內設施充足 有電視信用卡機等等 司機也會穿起整套西裝 而且車外車內都很乾淨 沒得輸啊 終於來到這間Warehouse酒店了 距離機場大約5分鐘的士路程 整間酒店都是時尚工業風裝環 空間很大很復古 有很多影相位 大堂也有cafe 也有小食和飲品可以買 職員都很nice 自助區可以拿茶包 棉花棒 鬚跑 但梳很受歡迎 沒有了 而整間酒店總共有五層 其他設施有餐廳 浴場 洗衣房 健身房等等 總之一句說完 很棒 即將進去酒店房 好期待 我們的房間 好漂亮 裡面真的是工業風 現在帶大家入住 這間這麼漂亮的房間 首先這邊就是廁所 剛才我錯過了這個門 這個門你看看超美 木系的門 很大開 再來就是洗手盆 上面還有一塊小小的機器 都是洗趴趴的廁所 超級乾淨 而且你看地上 都是超級工業風 這個裡面都是灰色的背景 就是洗澡的浴室 有個花灑 沐浴露 洗頭水 都是非常乾淨的 用水管去做這個衣架 超美的 我覺得 衣架旁邊還有這三盞 超有味道的烏絲燈 用點位置 那張床 軟軟 軟軟 超好啊 這裡有兩張桌子 還有兩張椅子 不知大家覺得 桌子像不像學校的木桌呢 原來它上面 都是有些水渠的 整個都是工業風 哦 挺漂亮的 類似是公園的地方 起碼你看出來 不是一些街景 或者是一些大廈擋住了 這裡挺有感覺 給大家看多次房間的全景 截至今集 合共用了港幣3437.6 繼續看下集的旅程 會用多少錢 看完片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還有follow 小蛋花 Instagram 下條片見 拜拜 我直接找你來放行李箱 我不想用這個放行李箱 回報 體行李箱